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用前往了 因为刚刚已经看到这个网址 你的跟我的是不是都就是前面一样 但后面是不一样的 再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可以先回到那个首页 我建议各位 我建议各位 就是说 你不要到时候埋在 例如说这个地方 应该叫埋到首页 首页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更多 这部奖应该不用介绍了 预览建立超连结 会不会建立超连结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增加编辑的 就是说我可以加入别的Gmail账号 一起来协同作业 好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点点点 点点点 第一个就叫网站分析 它其实应该再多加GA 网站分析 点它 然后接下来 这边是不是我要贴那个追踪ID 就是埋那个GA的地方 好 现在你不知道嘛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先点取消 然后麻烦新增加一个网页 开一个新的网页 直接直接我们到 G-O-G-L-E 控一格 然后M-A-L-Y-T-I-C-S 点它 刚刚我是不是已经登入了什么云端硬碟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可能它会要求你第一次登入的时候还要再登入一次 好 所以如果需要的话你就再登入 在接下来呢 我要怎么样创造出来 创造出来这个GA码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最左边 下面 这边有一个叫做管理员 管理员 管理员里面 管理员 你一样是透过刚刚的账号密码登入进去 你就可以去做这个管理员 管理员在这个地方呢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有一个账号 这个账号其实就是电子邮件前面那个部分 它可以管理它旗下 它旗下所有 所有曾经建立的 那个网站 例如说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变成我可以去管这一个也可以去管它 所以切换到你可能只有一个账户了 所以你这边是不用改的 可是如果当你有两三个网站 你要切换到指定的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账号底下 我们是不是有看到这边有一个 我曾经做过的网站 第二个做过网站 对不对 可是你刚刚做的网站 不会在这里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新建资源 他说 一个账户最多最多 你就可以管25个网站的网站分析 好 那这个网站里面又可以再去建立资源 例如说设定目标就算资源 不过你大概只要记住第一件事情就好了 就是一个账户 一个Gmail 他可以用25个网站 的网站分析 那接下来我这边 我是不是要新建资源 因为这两个都不是嘛 这两个都不是 所以变成我这边我要新建资源 可以吗 然后这边有没有看到 我刚刚那个网站是不是复制起来 就是为了贴在这边 我的网站贴上 他到时候呢 他呈现一定是呈现 孙老师电脑教室 他不是呈现这个 这个 为什么 他就直接抓首页 那个首页的横幅标签 好 然后再接下来呢 那我是不是要有一个就是 呃 那个 那个追踪ID 对不对 GA 他那边叫什么 追踪ID吧 对吧 我要告诉各位哦 说明他换版本的时候 他又换了 可是他 刚刚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地方点点 网站分析 这边他是不是追踪ID 就是 就是GA 分析的那个追踪ID 可是哦 之前版本不叫这个名称 反正哦 我不教你这一段 你可能还不会 把它直接联想起来 好 不过 现在呢 这边 我是不是 这个资源 资源 就我增加了一个资源 你们懂什么叫资源吗 就是 这个账户 他要分析哪些网站 这个网站就叫资源 这边的定义 好 接下来我就选 取得追踪ID 就是 这个网站一定要贴给他 呃 对不起 网址好像我贴错地方了 应该是贴到这个地方 选到 HTTPS 然后 贴上 我的网站叫做 孙老师 电脑 教室 这个名称很重要哦 好 然后接下来 他说 他说 这个网站哦 这个账户 这个叫账户嘛 他的资源已经有两个了 上限为50个 好了 接下来我就取得追踪ID 那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堆的 有的没有的东西 对不对 这一堆东西 如果你真的是网站的管理者 你首页 首页是不是有分 有分什么 两个大区域嘛 一个是 HTML里面是不是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Head区 一个是Body区 请把这一堆程式码贴到Head区 就好了 这就是MyGA码的方法 那到底我们的追踪ID是什么 就是这一个 可以吗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哦 就是我要复制它了 我要复制它 放回去这边网站分析里面 直接贴上 然后储存 OK 网站分析已经设定成功了 可以吗 听得懂我现在的意思 就是说 你最后一件事就是把GA GA是网站分析 跟什么 跟我们这个电脑教室 放在一起 它是透过埋GA码的方式 这样会埋进去咯 那请问你 我是不是只能分析 Google云端硬碟的网站 不止 所有 所有 你要是真实 透过例如说Gunwaver 网站制作的软体 你是不是可能会制作出来 首页底下好多好多页 你就把这一段程式码 有看到吗 直接埋到 直接埋到 Head去就好了 整段程式码哦 你看里面有没有包含这个 有啊 因为你的网站一定可以接受 就是JavaScript的语法 这是JavaScript的语法 所以我想应该就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了 好 然后接下来 你做完这件事之后 你再到GA这个地方 今天没办法看到 它都是以今晚12点当作是截止 它是以天来做计算的 所以你要明天你就会看到了 你这个网站有多少人 是例如说 Active User 或者是跳述率多少 明天就会看到了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哦 好 所以我刚刚做的地方 再跟你讲一次 就是我先到这里面 先把这个发布设定里面 是不是有这个网址 我先把它整个复制起来 复制好之后呢 我就直接打开 开一个新的视窗 进入到GA 在管理员这里 管理员 资源 资源 你一定要点选这个新建资源 新建资源 你看这边 我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孙老师电脑教室 他的埋的那个GA嘛 他就会 这个是固定的啦 这是我固定的哦 Dash4 Dash5 Dash6 最多就是Dash25 但是 但是他刚刚这边不是写吗 我可以 埋 例如说 一个网站 我又可以再埋 例如说 几个 举例来说我可以埋在 不要都是首页嘛 我可能要分析 第三页 或第二阶的第三页 或者是第三阶的第二页 都可以分别去埋 埋这些GA嘛 来去做特殊的设定 你可能 你可能设定完 这叫资源 它不叫账户 一个账户最多可以管 25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里面呢 好像又可以再去区分 你可以埋 不同的那个 GA ID 进去到这个网页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 动手先去埋 这个GA嘛 进去 on 这个民优优独 работ 也有问题 문제